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一般手术对于不同程度的上下垂 手术的方式不一样 可以做体积缩短 体积折叠 额底悬掉 通过调整上下垂的状态 重点术 它治疗的 它是用美容手术 它这类是正常人 不是病人 所以这种手术是自费的 不会走医保的 因为这种一个正常人的话 它没有上下垂 它只是单眼皮 中眼泡 颜碱皮肤通尺 通过这个手术 主要是去除适量的皮肤 去除适量的脂肪 通过把皮肤切口和肩膀的前肌膜 适量的肌膜分合 达到手术粘连来形成充简 所以这两个手术的话 表面看起来差不多 但里边做法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三大侠手术要动梯肌和额肌 充电术不会动梯肌和额肌的 所以这个做起来是不一样的 而这手术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三大侠手术的目的 就是这种伤症状态 是那个伤症状态的恢复 所以这个是做使致病 对这个治疗效果更为更关注 一般的对症中的美容效果相对是弱一些 要求低一些 对于充电术 它本身是正常状态 正常眼睛 所以它对美容的效果要求更高 所以对于充电术来说 这个顾客 不能叫病人 我们 ruined muzyka 我们要对上下风下电术伤呐 对充电的顾客 或者求美者 他们对外观的要求更高 所以对于一些有的人 就说经常觉得 后再上下水的 不一定后再充电 就是做完了 可能觉得咱们比较满意 但又说对求美者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可能会不满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